要破除谜团 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给出答案 那就是那个把娇娇送回来的好心人 先找出来再说 其实早在娇娇失踪的那几天 警方就摸牌了刘娇家周围所有可用的监控 也把这些监控全都启用了 所以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监控视频当中就出现了这么个身影 有一个男子带着口罩 从这个视频监控下来经过 就是认为这个男子比较可疑 因为当天晚上戴口罩 它不是是一个反常现象 但让这个时间点 也出现了这个与娇娇不忍的地方 警方立即分析了一下 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 属于中等身材偏瘦 从动作和体型来看 年纪应该在50岁上下 于是警察就继续沿着监控 一路循现追踪 最终有结果了 这个男人最后走进了一所学校 再也没有出来 这么说来 男子竟然是住在这所学校里头 甚至很有可能是学校的教职工 可是一所学校里边的工作人员 少说也得有百十号人 到底是哪一个呢 又该怎么真别呢 确实这是个难题 但是再难的难题 其实也有办法 别忘了 刘娟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什么呀 就是那张字条啊 字条上那么大一段文字 都是手写的 这一下就体现出了咱们中文的好处了 每个人写出来的字啊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笔记 那人呢 就逃不了了 专注的要求就是 每户每人 只要再加本 就书写一段话 经过几天的比对 最后的结果终于出现了 技术部门认定 所有人书写的这个字迹当中 有一份跟之前的那个字条的字迹 匹配程度达到了95%以上 而写下这份字条的 是学校的一名保安 唐某 更重要的是 警方一看这唐某 跟那视频里头戴口罩的男子 身形是特别的接近 他的体态和我们视频上的这个 嫌疑人有相似之处 因为他走路的这个步态 和他这个身高 和他所打工的位置 和他家里面居住的这个环境 和我们刚开始分析的 是基本吻合的 这下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送娇娇回来的人 但是不论是警方还是刘娟 都觉得不能理解 这唐某刘娟压根不认识 而唐某这人 警方也打听了 平时就是一老老实实的保安 他怎么会跟娇娇失踪这件事 扯到一块去了呢 很快 唐某就接受了警方的询问 面对警察 唐某最终选择了据实一告 而这一说 唐某的话 着实是让人震惊 唐某他不但是送娇娇回来的人 其实当初把娇娇抱走 也是他 跟您说说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唐某看上去挺老实的一个人 竟然会偷人家孩子 那他这么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更让人难以理解 既然都已经把孩子偷走了 他为什么又在四天之后 悄悄的又把孩子送回来了呢 这其中的缘由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可是接下来唐某却说出了一个 让人听了不敢相信的故事 唐某说 他这一切行为竟然都是出于爱